大家好,今天是香港時間9月28號,星期六 歡迎收聽今日新聞 大家好,我們每天都收到很多來自健康520的正面反饋 今天我們就來分享一下來自西雅圖的王小姐的反饋 她有家族性遺傳的高膽固醇問題,服用了三高代謝寶之後 她的膽固醇從160降至120 我們就來聽聽她以下的反饋 我那個膽固醇有的時候就到了150、160了 我這次吃了這四瓶以後我就降到了120 因為吃了那個美國的那個叫膽固醇那個藥也沒什麼降 另外我也聽說那個膽固醇那個藥比較傷肝 另外這個膽固醇呢帶著這個肝功能也高原來 那我後來那個肝功能從25就降到17 就17就屬於正常了 然後我們先生呢吃健康520 他這個血糖啊就9 打針吃藥就都下不來 就是上個禮拜她說 哎呀終於到了7了 上個禮拜我們先生去看那個糖尿病那個醫生 然後那醫生就說 哎呦最近怎麼了了 是站在身體啊 他早沒跟他說他吃這個 但是他心裡就明白 他膽固醇也掉了 怪的膽固醇他現在只有81 所以一般這種健康產品 他都是補充品他都不掉藥 所以我覺得還是不錯的 三高代謝寶不單止針對三高問題 還可以調節內臟功能 幫助你的身體恢復平衡 提供長期的健康管理 如果你都正在尋找一種 天然的健康解決方案 千萬別錯過健康520的三高代謝寶 我們首先來看看國際新聞 下面請聽報導 今日9月27號 內塔尼奧湖在聯合國 對伊朗發出致命警告的同時 批准對真主黨領導人 納斯盧拉的空襲行動 襲擊是由以色列空軍 第119蝙蝠中隊出動 F-16實施打擊 以軍對黎巴嫩首都貝魯特 發動大規模空襲後 發表聲明說 以軍發射了10枚導彈 精準襲擊 布魯特一處郊區自襲 留下面的真主黨中央指揮總部 主要目標就是精準斬首 真主黨領導人 納斯盧拉 據以色列消息人士說 是收到了納斯盧拉 到達指揮中心的情報後 以軍致進行精準打擊 這是對真主黨最高領導人 實施的斬首行動 以軍情報評估 納斯盧拉在襲擊中喪生 另外伊朗恐怖分子 蘇萊曼尼女兒的惡婦 以及納斯盧拉的主要繼承人 也就是他的唐兄哈希姆薩拉丁 也在這次襲擊中被清除 現在納斯盧拉死還是還沒死 報導有很多 真正媒體放出的消息說 納斯盧拉還在生 國土報消息說 納斯盧拉在斬首中 幸存下來 而以色列消息人士表示 納斯盧拉生存性很小 一名伊朗官員和路透社說 伊朗正在研查情況 伊朗駐黎巴嫩大使館發表聲明 以色列對真主黨的斬首襲擊 改變了所有戰爭規則 伊朗最高領導人哈梅內伊在他家 招開了最高國家安全委員會的緊急會議 拜登回應 美國對以色列國防軍的行動一無所知 或參與其中 我們仍然在收集消息 而美國駐黎巴嫩大使館附近 部署了軍隊 擔心如果宣布納斯盧拉去世 可能會發生暴力襲擊騷亂 報導說 美國海軍陸戰隊正被部署在大使館附近 據《天空新聞》的報導 今日27日 內塔尼亞胡在聯合國大會上 譴責聯合國對以色列的不公平待遇 他提到 我們不尋求重新安置加沙 如果哈馬斯投降 放下武器 釋放所有人質 我們現在就可以結束這場戰爭 如果他們不這樣做 我們將戰鬥到最後取得全面勝利 內塔尼亞胡說 只要真主黨選擇戰爭道路 以色列就別無選擇 以色列完全有權消除這個威脅 令我們公民可以安全回回家園 他在演講中還對伊朗發出致命警告 如果你打我們 我們也會打你 如果有必要 在伊朗 沒有以色列長臂達不到的地方 我還有另一個消息 我們正取得勝利 而內塔尼亞胡已經緊急從美國返回以色列 目前近萬名以軍士兵在北部邊境正準備進入黎巴嫩 即將展開地面攻勢 第六旅第228旅在北部被動員起來 北方司令部的技術和後勤部隊 向後備軍人士兵分發後備設備和戰鬥裝備 而戰鬥在幾個戰線進行 這個計劃包括在邊境附近地區以及深入黎巴嫩的行動 就是破壞真主黨的指揮和控制 摧毀他們在邊境的軍事能力 並為以色列北部居民安全返回家園創造條件 在過去的24小時內 以色列空軍對黎巴嫩各地真主黨關鍵目標進行了220次襲擊 摧毀了真主黨的火箭、導彈發射器、武器倉庫、軍事基礎設施和戰略人員 以色列的戰士出於優勢 而支持真主黨的組織也作出回應 伊拉克抵抗運動組織威脅阿拉伯聯合油長國 聲稱它為以色列服務 而伊拉克抵抗的第一批導彈和無人機 將瞄準阿拉伯聯合油長國 以此同時 今天 雅門胡塞聲稱在紅海向三艘美國驅逐艦發射了23枚彈道導彈和巡航導彈 以及無人機 據一位官員稱 穿越巴布曼德部海峽的美軍海軍軍艦斯托克代爾號、斯布洛恩斯號和印第安納波利斯號被攻擊 美軍攔截了胡塞發射的導彈 不過 真主黨支持者舉行摩托車遊行 揮舞著真主黨旗幟 企圖掀起全民反移的浪潮 但黎巴嫩當地人不喜歡這些真主黨分子 不希望他們在社區造成空襲 這些都成為黎巴嫩人 起義真主黨的第一個跡象 27日 澤連斯基和川普進行了關鍵的會面 也在近期 烏克蘭對赫爾斯克多方面發動打擊 導致普京奪回國內領土的時間表計劃告吹 澤連斯基發影片表示 雙方一致認為 烏克蘭戰爭必須停止 普京不可能獲勝 烏克蘭人必須獲勝 當被記者問及 是否與澤連斯基再次會面時 川普表示可能會發生 澤連斯基說邀請他來烏克蘭 川普表示 對此持開放的態度 並稱讚烏克蘭是一個美麗的國家 美麗的天氣、美麗的一切 有人認為這個交流突顯了在烏克蘭戰爭等持續不斷的全球事件中 國際關係的重要性 以及像川普那樣的人物 在有關外交通政治努力的討論中的重要性 川普是否會繼續措訪烏克蘭 以及這個訪問會如何影響烏克蘭局勢 我們拭目以待 澤連斯基還表示 在參加聯大會議期間與拜登會面 並且已經將勝利計劃提交給美國 他說烏克蘭的強勢立場 將更快帶來和平 所有關鍵問題都放在我們合作夥伴的桌面上 而烏克蘭的消息說 俄軍精銳的234空港團政府指揮官 在FPV無人機攻擊中雙雙上升 26日俄軍還在高叫3天內佔領基符 現在卻正在富爾斯克撫難 烏克蘭第72旅 對近期關於從烏列達以外為撤退的報導表示否認 到目前為止 俄軍無法在計劃的時間表內奪回富爾斯克的領土 而烏克蘭軍隊仍然在富爾斯克地區佔據陣地 Ex-平台博主雷希認為 8月普京表示 俄軍必須在10月1日前重新控制整個富爾斯克地區 目前看來這項計劃無法成行 而在多線戰鬥的情況下 由於指揮失調和部隊經驗不足 俄軍在人員上面臨巨大壓力 但無法承擔國內的輿論壓力 指號來用現役部隊派遣到前線 最近 俄羅斯航母的海軍船員被騙入陸軍 派往烏克蘭前線作戰 反映出俄軍的現役部隊不足 這些高數質的海軍士兵被迫拿起步槍 進行沒有陪訓過的地面作戰 同時有大量士兵在被派遣到前線後失聯 親友在VK和X平台發布尋人啟示 試圖尋找親人的下落 英國情報機構說一些士兵的父母 對他們的兒子服役不足4個月 就被送往前線表示擔心 27日烏克蘭國防部發布消息說 俄羅斯向烏克蘭赴皮安斯克方向發動大規模攻擊 派遣了50輛裝甲裝備 但失敗了 烏克蘭無人機飛行員摧毀並損壞了40部俄羅斯軍車 其中包括13部坦克和15輛步兵戰車 今週聯合國大會期間 德國、法國和美國宣布了針對烏克蘭的 幾項近期和更長期的援助計劃 德國宣布向烏克蘭增加4億歐元的軍事資金 五角大樓將向烏克蘭追加價值大約3億7500萬美金的軍事援助計劃 法國總統馬克龍和澤連斯基會面時表示 法國將在無幾內的將來訓練並全面裝備烏克蘭一個女兒 以維持對俄國的戰鬥能力 另外,白俄羅斯總統盧卡申科再次威脅說 如果北約攻擊白俄羅斯,將會使用核武 但是外加認為,如果白俄羅斯的核武向北約國家發射 對俄羅斯來說局勢非常不利 因為北約也擁有6,000枚核武 而隨以升級戰爭會導致俄國處於劣勢的地位 美國一名國防高官9月26日表示 同時,衛星圖像顯示 中國的最新核動力攻擊潛艇在建造過程中沉沒在碼頭附近 美聯社說,之後該地區沒有報告出現放射性物質洩漏 《華爾街日報》率先報導這核潛艇的身份 美國前海軍潛艇兵、新美國安全中心分析師托馬斯·舒加特 在7月首次注意到這宗潛艇事件 據美聯社9月27日在華盛頓的報導 這位不願透露新聞的官員說 這艘潛艇可能在5月至6月之間沉沒 當時衛星圖像顯示 需要起重機將它從河底吊起 6月15日拍攝的相片顯示 這艘潛艇完全或部分沉入河面之下 周圍有救援設施和起重機、周圍有吊桿 以防止潛艇漏油或其他物質洩漏 而8月25日拍攝的衛星圖像顯示 一艘潛艇回到了和被淹沒船隻相同的碼頭 不清楚是否同一艘潛艇 美聯社說 現在還不清楚事故發生的時候 受影響的潛艇是否裝載了核燃料 或核反應堆是否在運行 不過之後該地區沒有報告出放射食物質洩漏 對此 新聞看點主持人李牧陽先生 分析這件事的原因說 根據美國方面爆出的消息 中共最新的核潛艇 是在武漢附近的造船廠沉沒的 也就是說 潛艇剛剛下水直接就沉了 並不是在行駛中發生了意外 這意味著中共的潛艇設計或構造等方面 存在著非常大的問題 設計製造根本不過關 去年中共093型商級核潛艇氧氣系統出問題 在旺海沉沒 都說明中共的潛艇研發設計和製造方面存在著問題 隨後 李牧陽繼續分析說 最新核潛艇沉沒 對中共統一台灣的野心是一個重創 中共一直窮兵獨舞 努力擴大海軍規模 特別是在研究發展新型核攻擊潛艇方面 更希望縮小和美國之間的差距 以便將來在攻擊台灣的時候 對美國及其夥伴在第一島鏈內實現海上優勢 但是這艘潛艇沉沒 意味著中共擴大核潛艇規模的計劃 已經嚴重受挫 直接造成中共攻擊台灣的行動會被推遲 中共想在2027年前攻擊台灣 已經變得越來越難了 我們來看看兩岸新聞 下面請聽報導 十一前夕中國一片風聲鶴淚草木皆兵 不過中國民間反抗情緒卻超越了恐懼 不僅如此還出現了白紙抗議 天安門和坦克也驚人同框 9月27日,湖南岳陽雙音縣雙濱鎮下壩湖畔 幾百名憤怒的村民圍堵了 司徒入村做維權村民的警察 抗議當地政府誤顧村民的安危 勾結商人在湖內滑沙、牟利 並打壓維權村民 據村民透露,下壩湖周邊有五個村落 共計幾千村民世代依靠湖水生存 但在近期,當地政府和商人互相勾結 準備在下壩湖滑沙牟利 此舉引發村民強烈不滿 於本月初發起了維權行動 阻止商人滑沙 村民他們在一份傳單中指出 下壩湖水源對當地的幾千村民 和將近2萬畝重養面積至關重要 滑沙將自斷水資源 影響提防安全 甚至可能導致洪水氾濫 另外,滑沙還會導致水井干擴 農田魚塘無法耕種 嚴重影響村民生計 村民他們說 大堤是湖區人民的保護神 是前輩他們的心血和汗水 他們將萬眾一心誓死捍衛家園 決不屈服 9月25日 中國河北因為市民貼一張白紙 通告被罰款 大量市民看不下去 紛紛舉白紙維權抗議 警察強行從民眾手裡把白紙搶走 雖然規模不大 不過出現在這個敏感時期 對中共絕對是個震懾 網友他們紛紛留言說 一個內心極度脆弱 貪生怕死之徒 才會連把白紙都害怕 也有些網友說 萬加拉模式才有效 9月26日 陝西一間友誼院外面 家長他們帶著小孩製作的手工品 排隊入校 其中有一位家長手裡拿著手工製作的天安門 巧 另一位家長手裡卻捧著手工製作的坦克 正好吻合了天安門事件的寓意 但是該影片隨即被平台刪除 此舉引來網友紛紛叫好說 真是太妙了 居然這麼巧 同時有個天安門和坦克 一個大天安門 一個大坦克 一個大塑料袋 齊了 再做一個假人在坦克前面 他們就懂歷史了 就差個八九六四隻 亦有網友說 這個比春晚幽默感濃度高一千倍 勇士 請允許我在這裡向你們致敬 台灣大學政治系榮譽教授 明居正認為 中共一定會跨台 成為一段歷史 而介紹中國民主化的參照將是台灣 杜汶認為 習近平沒有任何公分 卻靠強控取得權力 權威受到質疑 民眾對他不會心願誠服 26日 美國在台協會處長谷立賢 接受台灣中央社的村訪 表示美日台三方 是緊密合作的朋友關係 同一天 美國前總統川普的國家安全顧問 Robert O'Brien 呼籲台灣應該全民武裝 美國應該重啟核競賽 郭立賢表示 美日台三方不僅共享價值和利益 還在人際關係上建立了深厚的聯繫 無論是哪一方遇到挑戰 另外兩方都會馬上伸出援手 美日台三方無論是在區域安全、國際參與 或是技術領域已經成為非常緊密的合作夥伴 中共對台灣的軍事威迫 包括飛彈視射和穿越台海中線 令整個地區戰略失衡 和平對話是解決這些分歧的唯一出路 只有對話才能避免戰爭 同一天 O'Brien在華盛頓表示 美國面臨來自中共的威脅 比歷史上任何挑戰都更嚴重 超過冷戰時期的騷亂 中共試圖將馬克思列寧主義 強加給全世界,構成重大威脅 未來美國無論誰執政 對中共的政策都將集中在經濟、外交和軍事上 持續加強印太地區的國際聯盟 美國必須隨時準備好 保護全球的和平與戰略平衡 建議台灣採取全民武裝的辦法 來應對中共入侵 美國應該重啟核競賽 因為保持核實力 也是抑制中共的關鍵 可以應對日益增長的中俄威脅 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 中國力量項目主任林陽也表示 無論誰贏得大選 未來美國對中國的政策 都可能向著同一個方向發展 何錦麗和川普團隊都認為 中共挑戰並威脅著既定的國際秩序 印度太平洋地區的和平穩定 也威脅著美國 戰勝中共將是下一屆總統的首要任務 全部政府可能在幾個方面有所不同 包括實施更嚴厲的貿易政策 並對中國在美國的影響力行動 實施更深遠的打擊 時事評論人濫述 對本台記者表示 中共對自由世界的安全和人類和平 帶來挑戰與威脅 在整個人類歷史上都是空前的 日本是世界第四大經濟體 台灣則是全球半導體晶片的生產基地 日本是自由世界在東北亞的戰略之處 而台灣處於第一島鏈的核心 同時台灣的安全與南中國海的安全密切相關 台灣與日本的安全 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美國的強力支持 所以美日台的緊密合作 對人類和平、印太地區穩定 和西太平洋的安全至關重要 另外26日中華民國總統府舉行首次 全社會防衛人性委員會 目標將充實40萬可恥民力 國防部長顧立雄指出 在作戰人性部分 基於同島一命原則 軍民進行結合 中內政部長劉細芳進一步說明 未來要再加強橫向和垂直的整合 防護分成三層 包括核心固守、中層左遷、外圍警戒等 總統賴清德26日表示 將從居安施危 有備無患、強化應變、有此無恐、安部就班、有條不敏 這三個核心要點 構建全社會防衛人性 台灣人民越團結 國家就更安定 台灣社會準備越充足 國家就更安全 多謝收聽本節的今日新聞 再會